坐落在台北市承德路七段灰色七白建築 由侯宅推手李悦君大师规划 高楼层还可以远眺合景成了不少人心目中理想住宅 但现在竟然闹出了购物纠纷被指控的对象 还是立委黄国昌的岳父高希致 这些人指控他2016年买了黄国昌岳父公司的 恒河江山的预售屋 但没想到对方竟然一无二卖 甚至是以他违约为由 扣了他900多万的自备款 让他觉得被欺负了 想给美国返台的女儿一个舒适的家 郑先生2016年买了预售屋 说一直都有一合约规定缴钱 2022年7月房屋即将落成 要开始申请房屋使用执照 依规定郑先生要再拿到使用执照后 一个月内缴付尾款 但由于恒河一直没提供房屋分评表 导致郑先生无法到银行进行对保 贷款即经波折 直到2023年4月使用执照申请下来 恒河却拿合约规定 对郑先生节约扣款 更在调解过程中 先将房屋卖给了黄国昌的七九 恒河建设的负责人高军 让郑先生不能接受出面爆料 我觉得这种私人之间 契约上面的纠纷 就交给法院判决就好了 没有必要透过镜周刊 用这种颇份式的报道来处理 黄国昌痛批颇份报道 但根据了解证明郑先生 更是时代力量创党金主 当时郑先生甚至请黄国昌 居中调解解决纷争 抱怨遭到冷漠以待 私人之间契约的纠纷 跟公共利益没有关系 然后透过镜周刊 用这种颇份式的报道 我只能够说很遗憾 他唯一有跟我接触的是 希望委任我当他的律师 我没有接受 因为我在当律师的时候 我对于我自己接受委任的案件 是非常挑选 黄国昌直言没有接受委任 昔日金主出面爆料 黄国昌家族争议再停一桩 明天新闻李教授 胡锦盛台北报道